当我们看到被遗弃的地方 很容易想知道里面究竟有什么 它为什么一开始被遗弃了 但看完这个视频 你会发现 有时有些问题是没有答案的 因为城市探险家 偶尔会在废弃的地方 找到他们预料之外的东西 令人毛骨悚然的废弃矿井 探索废弃矿山频道的 YouTube用户弗兰克·胡德 在澳大利亚的一座废弃金矿深处 发布了一段令人不寒而栗的视频 在一个黑暗的风雨交下的夜晚 探索矿井 这本身就是一个别有用心的想法 视频捕捉到了一些令人直冒冷汗的东西 如果你仔细听 你可以在隐蔽的地下矿井里 听到类似窃窃私语的声音 虽然他保持着令人惊讶的冷静 但是他还是太害怕了 无法继续探索 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YouTube的频道 并没有关注超自然现象 这段视频 在其通常的视频内容中有些反常 奇怪的嘶嘶声 不像他说的是蛇吗 在矿井周围回荡着的脚步声和风的声音 创造了奇怪的听觉现象 还是真的是占领矿井的人或物的声音 他们不太欢迎游客 观众被这段视频吓了一跳 其中一人认为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恶魔仪式 其他的用户则不是那么信服 他们同意这样的理论 这些噪声只是回声 甚至有可能是在视频拍摄后添加进去的 但如果这是真的 你能想象 在夜晚独自探索一个废弃的矿井时 听到这些声音吗 索着的地牢 2011年12月 承包商在安大略省皮克林市 检查一座废弃的农舍时 在该农舍下面找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发现 这座房子屋于一条长长的车道的尽头 周围是绿色植物 对路人来说非常隐蔽 这似乎是一个一居之地 僻静的乡村 但它隐藏着一个可怕的秘密 尽管这座房子已经空置了五年 但承包商在地下室一个房间的门上 发现了最近安装的锁 房间由一扇沉重的门固定 门上有多把外部锁 很明显是为了把人锁在里面 发布的室内低质量照片显示 天花板上悬挂着重型钢链 警方对这个新的精心建造的房间 神感担忧 开始调查是谁建造的 以及他们的险恶目的是什么 然而 在他们开始对这处房产 进行法医搜查的那天 一场大火一夜之间烧毁了这座房子 大火摧毁了整个住宅和房子内 可能存在的证据 于是留下了悬而未决的问题 是谁建造了这个地牢 它的目的是什么 除非有人站出来解释 否则我们永远不会找到答案的 废弃游乐园 主题公园通常是充满欢笑和乐趣的地方 但这座位于英国兰开夏郡的废弃游乐园 现在的氛围与当时完全不同 当城市探险家安德烈·格维亚 搜索这个地方时 他发现那里到处都是 噩梦般的可怕人体模型 他们令人难忘的表情 和腐烂的身体让人不寒而栗 如果这还不够令人不安的话 再看看那些穿着 已经破旧褪色衣服的人体模型吧 凌落的散落在幽灵的火车之上 早在20世纪60年代 许多人体模型都是机械的 它们可以移动 当然电子设备早已不复存在 许多人体模型的电线都拖到了地面上 但一想到其中一个 会在你探索的公园时看向你 我就望而却步了 如果你想在网上看些恐怖的东西 你最好不要去搜索鬼魂视频或任何超自然的东西 你更应该害怕的是 YouTube网友遇到的那些可怕的人 接下来的这个视频就证明了这一点 YouTube频道正常人 发布了这个奇怪的 无法解释的遭遇 发生在他们在夜深人静 探索一个废弃的精神病院时 这对夫妇进入精神病院 看到这座精神病院基本上被摧毁了 墙上布满了以前的探险者的涂鸦 当两人环顾四周时 他们惊呆了 因为他们看到的庄园外的阴影里还有一个人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表明这个人是谁 他们是如何到达那里的 或者他们在做什么 除了他们自己的车 没有其他的汽车停在庇护所 这对夫妇打了声招呼 但没有得到回应 他们感到非常不安 决定离开庇护所 还有那个似乎不想被发现的未知人物 这个陌生人会是谁呢 一个城市探险家同伴吗 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还是有更多阴险企图的人 请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 鸽子大屠杀 地狱地球 YouTube频道的城市探险家 在他们的一个视频中 偶然发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 收到关于英国某个地方 一座据称被国防部使用的废弃建筑的举报后 这群人决定去调查一下 进入后不久 他们在墙上发现了这条恐怖的信息 这可不是什么温暖的欢迎 但是 这群人显然没有被吓到 他们继续深入这个被鸽子糞便覆盖的废弃建筑 却发现另一条信息 不要上楼 然而他们还是上去了 随着他们的探索 看到了越来越多的鸽子尸体 有些甚至没有头 但最可怕的是什么 在较高楼层的墙上写着 鸟儿太多 这样的字样 要么是有人在搞恶作剧 要么就是有一个精神严重扭曲的人 住在那栋废弃的大楼里 在某些时刻 位于探险者上方的某处 听起来像是鸽子的不祥的叫声 也变得很明显 过了一会儿 一个男的向他们喊话 这群人吓坏了 迅速从大楼下来 然后被一个生气的保安拦住 说他们擅自闯入大楼 在等待警察过来的过程中 他们问保安 为什么大楼里莫名其妙地 死了那么多的鸽子 保安简单地回答说 这是因为他是鬼魂 是鬼魂 这个地方是闹鬼的 也许这栋楼被严密地看守 是有原因的 重要的是 没人能进去 否则他们可能也会掉脑袋 摇滚之星的地下室 2017年 YouTube频道 与战士一起探索的城市探险家 在英国牛津附近 一座价值1300万美元的 废弃豪宅中 有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发现 这座豪宅的前住人 是平克弗洛伊德的摇滚明星 大卫吉尔摩 据报道 他于1980年购买了这座 拥有11间卧室的16世纪庄园 但是 可悲的是 在他几次一手后 最近的主人 让他陷入了失修状态 频道探索了这座 现废弃的豪宅的房间 包括一间斯诺克室 和一间精心装饰的儿童卧室 然而 当他们冒险下到地下室时 事情变得更加阴森了 一个名叫小杰克的 七岁男孩的墓碑 诡异地靠在墙上 他于1909年去世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能够给出解释 尽管有些人认为 这可能是为了纪念 几代人以前的一只家犬 无论哪种方式 在任何地方 都会遇到令人怪异的事情 而且是在废弃房屋的地下室里面 即使是这座豪宅最近的历史 也充满了困扰 本世纪初 一位名叫吉尔·辛克莱的女士 拥有了这座庄园 但她的儿子在庄园里用气枪 意外地射向了她 导致她的大脑严重受损 她后来因伤势过重去世 这座房子在2007年 悲剧事件发生后被出售 此后就一直处于 逐渐腐烂的状态 并被其悲惨的过去所困扰着 城市探想家们 一定非常感激庄园 令人不安的过去 是在他们安全离开庄园后 才被曝光的 安娜医生之家 在德国巴德维尔登根 有一家废弃的密尿科诊所 是病态游客的理想之地 对于城市探想家来说 这栋枝枝作响的破旧建筑 被称为安娜医生之家 虽然安娜医生的身份 从未被证实 但该诊所应该是在 过去的30到50年间 被遗弃的 楼下手术室里 令人惊恐的东西 因此吸引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探险者 各种各样褪色的药品 和其他药学设备 令人胆战心惊 众多保存着 人类肾脏的玻璃容器 看起来更加地让人害怕 我想如果安娜医生 整天与尿液打交道 那么近距离研究 产生尿液的东西 一定是有意义的 我猜是为了科学 或者也许他只想 自己出去检查 却忘了在离开前 把他们放回去 无论答案是什么 我都不确定 自己是否真的想知道 新二良慈善医院 新二良慈善医院 可以追溯到1736年 当时一位慷慨的捐赠者 在他的遗嘱中 留下了建造新医院的资金 但在存活了250多年后 该建筑在2005年 被卡特里纳飓风 破坏得无可挽回了 由于受到风暴的破坏 这座建筑无法继续使用 随后就被遗弃了 城市探险家们 对这栋建筑很感兴趣 发现了阴森恐怖 被暴风雨摧毁过的 房间和手术室 正在慢慢腐烂和衰败 更令人不安的是 他们还发现了 在匆忙逃离时 留下的生物危险物质的托盘 包括血液和尿液 甚至还有一些身体部位 如切除的胆囊 躺在某些房间里等待分析 或适当的处理 但却没有等到 今天 该医院仍然不对公众开放 并且严格禁止进入 但这并不改变 它是城市探险家 热门探索地这一事实 一个叫做 天堂突击队的红敌网用户 在探索一个废弃的宠物园时 偶然发现了一个 像恐怖电影的场景 虽然这位红敌网用户 知道在探索时 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但他们不可能预料到 会发现这个 是的 一个摇摇欲坠的旧仓库 地板上散落着几个 诡异的儿童玩偶 不出所料 看到这些玩偶 通向一个黑暗和破旧的仓库 就足以说服他们尽快离开 在他们没找到主人之前 虽然这些玩偶 最初可能是打算 在宠物公园的礼品店 关闭前出售的 但你不禁要问 这场混乱的幕后黑手是谁 或者 他们是否知道 这会引起多大的恐慌 令人不寒而栗的儿童话 2017年 城市探索YouTube博主 和乔西一起探索 发布了一段视频 其中他探索了 宾夕法尼亚州 某处森林深处的 一座腐烂的小教堂 和两座废弃的房子 虽然这群人在参观 小教堂和第一座房子时 感到不安 但他们没有发现 任何特别的地方 然而 在探索第二座房子时 他们遇到了 让人不寒而栗的东西 一层层的灰尘 把原本整齐的房子 弄得面目尊敬 房子似乎是被人匆匆抛弃的 还留着主人的全部财产 但在继续探索厨房时 他们看到了一个 写在儿童黑板上的 令人不寒而栗的图像 一些人解释到 这幅画上的是 一个脖子上挂着绳子的女人 尽管我并不完全相信 但在另一个房间里 他们发现了一幅 更复杂的相同主题的话 这群人在房子周围 没有发现其他东西 来解释这些话 也没有发现 他们为什么会匆忙的 离开这所房子 就像被冻结在时间里一样 虽然视频中的一些评论者 认为这些图像是伪造的 无论是乔西 还是以前的探险者 但这并没有改变 这些房子本身离奇的本质 他们为什么被迅速遗弃的问题 仍然没有得到解答 从而产生了很多黑暗的结论 但是 无论这个地方 是否真的发生了悲剧 毫无疑问 在森林深处发现一栋 充满病态素描的废弃房屋 的确是一件极其恐怖的事情 被遗弃的兽医学校 大多数城市探险家都知道 他们在进入一些地方进行探险时 所承担的风险 可能被逮捕 受伤 或者遇到一些真正让人害怕的东西 对于后一类的东西 你只需要询问一下斯特凡 比尔纳特 他在比利市安德莱赫特一所废弃的兽医学校的地下室里发现的东西 是噩梦的材料 这所兽医学校在20世纪末关闭 此后一直被遗弃 斯特凡和其他探险者决定调查该建筑 要拍摄腐烂的教室的照片 但一走进教室 他们就闻到了病态的 类似烟菜的弗尔玛林气味 斯特凡和其他人决定下楼去弄清楚 这股臭味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所发现的情况超出了预期 接近一个世界的容器 在屋内摆满了 每一个都保存了动物的尸体 可以看到数百个怪异的身体部位和器官 漂浮在弗尔玛林中 狗 猫和兔子都在其中 斯特凡的照片确实令人感到怪异 不难想象所有这些随机保存的 动物器官的恶心气味 虽然这些标本曾经被用于研究 但我不禁觉得一个癫狂的科学家 马上就要跳出来了 而且他还准备把我的器官 都装进瓶子里面去 装满大脑的浴缸 早在2009年 在美国南部一个不为人质的地方的 一家废弃医院里 一位城市探险家发现了真正恐怖的东西 这位探险家拍下了这一可怕的画面 一个装满大脑的浴缸 悬浮在一种未知的棕色物质中 虽然该图片也没有提供什么信息 但它似乎是真的大脑 可能是用弗尔玛林保存起来供医学研究 但最奇怪的是 它们在形状和大小上 看起来明显像人类的大脑 虽然这家医院有可能在紧急情况下 不得不快速储存这些标本 但我绝对不会用浴缸来储存我个人手机的大脑 应该放在单独标记的罐子里 这对于有眼光的收藏家来说是这样的 但说真的 无论图片背后的解释是什么 无论是医学 艺术 还是更黑暗的东西 这都是我真诚的希望永远不会遇到的景象 2019年初 一位城市探险家在澳大利亚墨尔本附近的 一个阴森恐怖的废弃野生动物公园里 发现了一些真正奇怪的东西 YouTube博主卢克·麦克福森 决定探索这个废弃的公园 希望能了解一下这座公园的历史 但却发现了一些可怕的东西 在一个储藏室里 卢克从眼角余光中发现了一条16英尺长 两吨重的大白鲨 这条鲨鱼 悬浮在一个弗尔玛林箱子中 几乎被化学物质完美地保存了下来 在它的周围是成堆的垃圾和布满灰尘的盒子 这条鲨鱼被亲切地命名为罗西 事实证明 它在20多年前意外地被鱼王捕获 此后一直被保存并展示在水箱中 但是当公园在近十年前被关闭时 其主人不想带走这条巨大的恐怖的鲨鱼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带走它 它是一个很好的谈话起点啊 不过幸运的是 由于这一令人震惊的发现所产生的宣传效果 当地的一个旅游景点 水晶世界介入了 拯救了这条年久世修的鲨鱼 罗西目前正在进行修复和重新安置 然后将在墨尔本附近重新展出 再次让大众体会到它的恐怖之处 但是尽管保存下来的大白鲨 可能令人惊慌 它仍然比在海中遇到的活的大白鲨要好 因为在海洋中 你是没有地方可以使用弗尔玛林的 你在探索令人毛骨悚然的废弃老地方时 有什么自己的发现吗 请在下面的评论区中告诉我 感谢您的观看